大马三种公共交通越做越好 最后一种很少见 第一,LT,轻快铁覆盖雪龙市区 搬车准时不塞车,电力推动更环保 交通部宣布今年9月格拉纳在野线增加三列新列车 提升服务效率 接下来10月在高峰时段时间 每3分钟一搬车缩短乘客后车和通勤时间 现在搭LT更加方便 第二,巴士 交通部在柔佛新山推出巴士月票 MyBus 50,服务19条路线 大马公民只需付50令吉 就可在30天内无限次承搭 MyBus 80月票 今年4月推出以来 首月乘客量超过1000人 目前乘客量每月平均增长40% 反应热烈有望舒缓新山 交通拥堵情况 第三,渡轮 渡轮是槟城标志性 跨海公共交通工具 有助舒缓大桥交通 也是旅游特色之一 交通部宣布 滨城四艘新渡轮 今年8月开始运作 往返滨岛至北海 每艘渡轮可容纳150人民乘客 及50辆摩托和脚车 单程仅需10分钟 今年截至10月 滨城渡轮载客量超过80万人次 证明渡轮服务 深受民众和游客欢迎 团结政府执政一年 交通部致力于为人民提供更完善公共交通 出门不在377做个开心大马人 隅 隅 声 ję